这款机器首先把电源打开 这里 然后机器会计算 现在是当前的一个温度 这里上面这个是来设计 设置那个温度的 现在我们把它设为 200度 再按一下这个Site键 它就复位了 显示的是当前温度 这个时间设为25秒 按下面这个Site键 它就会设置时间 现在我们设计一下 设为25秒 OK 再按一下这个Site键的 它就会复位 OK 现在机器处于升温状态 升温 这个是发热板的温度 下面这个绿色按钮是倒计时按钮 等一下我们会演示怎么操作 先是调那个温度 上面这个上面这一排 现在我们的这个仪表换成了震动二合一的 上面这个是来设置温度的 下面这个是来设置时间的 机器升到200度 然后我们就可以工作 压下来的 压下来 压下来以后需要按倒计时 机器开始自动计时 温度有所下降是正常现象 现在已经在正常工作了 现在是工作状态 时间到可以开启 需要按一下复位 OK